我是個在都市長大的客家小孩 為了找回記憶中的客家味道 於是我背起我的背包 立志要走遍每一個客家庄 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 而是一種客家精神的在學習 一種要深刻體驗 我們客家人最真實的風俗民情 今天我要前往位於苗栗南邊的小鎮銅鑼 銅鑼因為三面環山中央平整 所以早期被稱為銅鑼灣 聽說當地盛產香茅油及樟腦油 都曾經位居世界第一 同時小時候看廟會時 人手一平的彈珠汽水 也僅存在銅鑼這個地方 就讓我去尋找屬於童年時候的回憶吧 大哥 你好 你好 請問這附近有香茅園嗎 有啊 就是我那邊啊 好啊 那大哥可以帶我去看看嗎 可以啊 好... 走 那我們去走 來 往這邊 好 來 走... 大哥 我們現在要來採收這個香茅 現在算是採收期嗎 現在已經是今年的尾聲了 有臺灣 一點點 還可以啦 你看這草長得還不錯啦 那一年是可以採幾次 兩次 一年割兩次香茅 兩次 這是第二次了 這是第二次 像這個就是香茅草啊 那怎麼樣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直接採的 像香茅 因為第一個時間到了 季節到了 第二個 像我們以前割下來以後 一般香茅它長很快 今天割差不多一二十天 看起來跟一個月左右 就跟沒有割以前一樣的長度 但是它成熟一點 它會比較有一點彎度 有沒有感覺 這有一點彎彎的 彎度的時候表示說 它就比較成熟 羅大哥家從阿胎以前 就住在銅鑼 所以全家一輩子 都與香茅為伍 羅大哥說 香茅一年可採收兩次 目前也是第二次採收的末期 幸好遇見羅大哥 不然這次的尋找香茅之旅 可能會無功而返 羅大哥 採收這個香茅 一開始要怎麼割 第一個我們先順便把這個雜草 把它先弄開來 好 然後這項裡頭髮一樣 我們要把它抓到這樣 安慰它一下 把它抓得順順的 來 我現在開始下刀 你看 這個要索了 不能直接挖到這裡 你輕輕的這樣 等一下有沒有 看起來這個就是乖乖的 採收香茅看似簡單 沒想到當我開始下刀時 才真正體會到 樹葉有專攻這句話 來 不行用這樣 不能這樣 來 還是我勾比較安全 好 沒有你勾這樣 等一下 我有辦法 好 你兩根 兩根 對 我兩根的 我慢慢割 我看你的工資差不多倒貼 我可以這樣 我就慢慢割就好了這樣 沒有人家一根一根割的 這樣一抓 好 好 這個刀子順路 我們就勾起來這樣 好 我再試一次 我再試一次 好 小一點 好 有了 有了 試了幾次 終於讓我順利的 採收一小把完整的香茅 這裡種香茅的都是客家人嗎 是 幾乎90%幾絕對是客家 因為我們在附近定居的 早期那年的幾乎都是在地人 而且都是客家人 聽羅大哥說 香茅只適合種在排水良好的山坡地 因此在日本時代被引進苗栗 馬上成為當地客家人特有的農作物 同時也大幅度改善了山城客家人的生活 羅大哥還說 小時候雖然無法幫助收割香茅 但是孩子們總喜歡在香茅田裡玩 因為有香茅的地方就沒有蚊子 所以早期在種這個香茅的時候 那時候是什麼樣的一個場景 幾乎看不到沒有什麼樹 光凸凸的 我小時候那年代都是這種 看起來都是香茅田 每年就是只有割兩次 然後在香茅季的時候 全家總動員割著割 這個挑著挑 挑去以後 香茅田裡有專門人在燒火 在那邊練就是直接 我們小孩子就在香茅田裡玩 聽完羅大哥小時候 需要全家總動員一起採收香茅的往事 不禁想像當時滿山遍野 香茅田的盛況 不過想像歸想像 活總是要幹的 羅大哥說香茅採收完 接著就要進行曝曬的工作 羅大哥 那這個熊茅油這樣拿回來的話 是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要先曬啊 怎麼曬你知道 那我們現在就來曬 好 我們要把這個打開來 來 你拉那一邊 好 拉起來 好 這個要拿起來 它這個油有沒有 你要找這個結 棒的結 這個有一個結有沒有 它這個是這樣塞 你把這個掏起來 這個就打開來了 好 現在我們來曬 這個頭朝前面 頭 朝前面 對 頭是那個 就是比較黃的那個 對 那邊就是頭 好 這樣要攤開來 羅大哥 為什麼這個要曬啊 這個香茅因為 你現在看起來 勾下來以後 這葉子是這樣平平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拿一隻來看 這裡面水分很多 你沒辦法完全萃取 比如說我現在能萃取10公斤 正常曬乾 你如果沒曬的話 大概只能練差不多5坪到6坪 萃取率比較低 另外第二種 你葉子這樣寬寬 沒有曬過的話 你放在桶子裡面 蒸氣沒辦法透氣 它會這樣貼在容器裡面 你如果曬乾以後 它會這樣捲起來 是不是它容器 有在其他的周邊 可以滲透過去 比較透氣 所以就是曬過之後 它的含油量會比較高 比較高 而且一定要曬過 香茅絕對要曬 絕對要曬 沒曬不能做 那這樣要曬多久 一般看天氣 像我們那個每年割兩季 是那個端午節前後 那時候天氣比較熱 所以說那時候曬大概 差不多3 4天就過了 3 4天 那怎麼會來到這裡 種這個香茅 早期我們已經在這裡定居了 香茅是從那個 早期那個樟腦油 民國四初年 就已經沒落掉了 就已經很少人在這裡 也不用樟腦制度 沒有所謂樟腦局 這個國家也沒有固定在收購以後 那時候大家就開始興盛這種香茅 所以說轉換大家在練香茅 小時候你有幫爸爸媽媽 一起用這個香茅草嗎 我們小時候不會幫忙什麼 我們就在香茅瀏旁邊或山上 像這樣我們曬香茅的時候 曬乾了是不是有沒有鬆垮垮的感覺 有 我們小時候就在這附近玩捉迷藏 或在這裡這樣玩這樣跳的這種 跳到上面去嗎 像彈簧床又有香香的感覺 彈簧床 好 我試看看 好 你試試看 好舒服 而且它有淡淡的香茅的香氣 不想起來了 好像我家的床 那羅大哥 我就在這邊 先休息一下了 不行 我們要去練油了 要練油喔 對... 要工作了 好... 走... 好 躺在香茅草上 享受著羅大哥的童年回憶 溫暖的陽光照在身上 空氣中充滿了香茅的芬芳 讓我不想起身了 但是羅大哥說 不行 要去練油了 我只好乖乖離開 這個香氣四溢的香茅草堆 所以我們現在要蒸這個 熊茅油嗎 叫熊茅油 叫熊茅油 這個是要用什麼原理 這個原理就是蒸溜法 你要來試試看 試試看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來 有沒有聞到香香的 有 好香喔 我先示範給你看 我們這個拿起來以後 這個先把它剪掉 剪好以後 我們是從旁邊放 擺在旁邊 從旁邊這樣慢慢的 對 我們人要進來 來 我先示範給你看 怎樣 要踩旁邊 不是排中間 這個我一拉就直接拔起來了 比賽再放你來踩 換我姐 好 這個要踩 要踩給它綿密 都是 都是踩旁邊嘛 對 一定要踩旁邊 因為氣要從中間出來 氣從中間出來 把香茅放入後 要用腳踩扎實 羅大哥示範完 就換我來試試了 小心啦 很酸喔 好 來 不會燙咧 對 踩旁邊 踩旁邊 對 你要放下去就踩 從這裡頭先踩 來 你先放 剛才我怎麼做 就是把它拌圓嘛 無形 對 來 先放著 對 羅大哥我開始聞到那個香氣 有香氣喔 等一下會讓你更香 來 剛才放這裡 好 對 對 好棒喔 這樣等一下你就變師傅了 我覺得我快被蒸熟了 它的那個香茅的蒸氣 已經慢慢往上了 很像在做那個香茅SPA蒸氣室 但是我發現一個訣竅 就是菸冒拿 就馬那個香茅 趕快把那個菸鋪平 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讓那個菸繼續往上 經過一番努力 終於把一大個蒸鍋 塞滿了曬乾的香茅 經過三個小時大火的蒸餾後 香茅也開始滴出芬芳純淨的天然香茅油 整整一大鍋蒸了三小時才能得到一瓶香茅油 由此可見 早年香茅濃的辛苦 原來 早年宜居苗栗的客家人 面對著丘陵多 而且土質並不肥沃的土地 變化出一套求生的本領 當時張樹多便以戀章為業 香腦價格不好時便改種香茅 所以看似不起眼 一年僅僅兩貨 卻可養活一家人的香茅 也成了銅鑼當地客家人 最難以忘記的成長回憶 而且那個徵兆 它有一個特殊功能 不用去南洋當君夫 那時候台灣人 很多年輕人會抓去當君夫 有那個徵兆好像是棉子肩膀 羅大哥剛才跟我提到 香茅煉油會興盛 是因為人本在地張腦葉的沒落 不過當地還有人 以手工煉製純天然張腦油 這句話引發了我的好奇心 告別了羅大哥 我前往尋找早年客家人 在銅鑼舉腦的故事 老闆 我剛剛看到 你在砍這個木頭 它就是髒木嗎 髒木 對 那我剛有看到你在聞這個 是為什麼要做聞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就是靠鼻子去分辨 分辨髒素的品種 因為髒素的品種很多 用鼻子可以聞出 髒木的種類 那髒木總共有幾個種類 七個種類 然後用聞就聞得出來 基本上做油的 只有是香髒跟臭髒 好 那現在這一個是 這個是香髒 香髒 聞看看這位 用聞的就可以聞出來 好香喔 沒想到用聞的 就可以辨別出張術的種類 老闆你從事這個 張腦的這個行業多久 我們是從阿公開始做到現在 日據時代做到現在 阿公所以應該是 應該八十幾年了 對 所以是從阿公那邊開始 然後就是這樣 慢慢的一代傳一代 對 傳到阿爸爸 現在傳到我這邊 早期日據時代的時候 他們在評鑑說 等於是現在是聞香師 就是你會分辨這個七種木頭 他當場讓你考試嘛 他就發一個木頭的牌照給你 那個就叫腦癲嘛 腦癲就是從事 張腦行業的那個證照 喔 好特別喔 等一下 老闆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如果我只要有人 只要可以一次分辨出 這七種木頭的味道 他就可以就是發一個證照給你 對 對 對 而且那個證照 它有一個特殊功能 不用去南洋當捐富 那時候台灣人都很多年輕人 也被抓去當捐富嘛 有那個證照好像是 免死金牌 早期在這裡生活的客家人 也都是做這個張腦嗎 對 早期幾乎 台灣的張腦產量 全世界在排名第一 張腦有大部分 90%是客家人在做 這個也很奇怪 就是靠近山 好像是客家人比較勤儉 比較能能吃苦 可以做這個行業 其實做這個很辛苦 俗語說靠山吃山 早期客家人到了墾執的地方 就會善用當地的地理環境 及物產謀生 聽完吳老闆說著 當年只要從事舉腦 就可以免當兵的事情 讓我想了解舉腦的方法 這個就是以前 蒸餾髒腦油的器具嗎 是 是 大概30年前的器具 最早不是 最早又是木桶 這個是後期爸爸的時候 改良不鏽鋼 因為木桶的效率不高 它要做大概三倍的時間 現在我們大概是做 大概5個小時 以前要做15個小時 差那麼多 15個小時 要振15個小時 它的木片裡面的油 才會完全沒有 這個張腦油有什麼用途 如果相張的話就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它40年它就會有髒腦 髒腦就是早期日據時代 它佔領台灣 就是髒腦可以做炸藥 可以做醫療 大東亞戰爭就是他們 他們要做髒腦做蒸鹿 吃的蒸鹿 還可以做炸藥 對 這個可以做炸藥 難怪早期說這個 髒腦是台灣三寶之一 原來這個早期也是很重要的 對 那還有其他用途嗎 其他的用途大部分就是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它可以提煉髒腦黃酸 可以去再製做強心針的原料 原來天然的髒腦油裡 常會出現白色的結晶體 那就是腦砂 吳老闆也說 在以前醫藥沒有現在發達的年代 當時珍貴稀少的髒腦 竟然也被當作可以治病的藥物 在早年 腦砂是拿來治肚子痛的良藥 正跟吳老闆聊得愉快 圖籃工廠內有聲音傳出來 老闆說 從事舉腦工作50年的田師傅 正要刨碎樟木準備蒸鹿 我間跡不可施 抱了一段樟木就要進去幫忙 大哥你從事這個髒腦多久了 我在這裡就是從做香茅開始 到這裡就53年了 做這個53年 就53年了 所以小時候是跟著爸爸一起做 從17歲開始我就在這裡 從17歲然後做了53年 做到現在 師傅 所以有機器現在輕鬆很多 輕鬆多了 我跟你講以前做這個山桶 就10個人 現在剩我一個 還要做比以前10個人工作 師傅 我把這個木頭搬過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用這個機器 把這個木頭把它切碎 要把它打碎 我很好奇是 以前如果沒有這台機器的話 是要怎麼樣把木材切碎 以前就是用這個 我們用這個打 以前用這個打喔 以前用這個打 這個就是這樣打 看這個 這個以前的是不是裂痕 它要發明這個東西就是裂痕 它敲出來是有裂痕的 因為要有這個裂痕它那個 要留著裂痕它的油才有辦法拉出來 才能把油逼出來 師傅 我可以體驗看看嗎 可以 你要小心拿啊 試看看 要小心拿啊 所以我是直接這樣了 斜一點 斜一點這樣 這樣太斜 你就碰到它那個斜面 你就知道說這樣才有辦法逼 對 就是要斜切進去 斜斜 師傅我正想問一下 就是做這個樟木這個木材的選擇 是要看它的可能紋路 還是像師傅講的乾濕度 還是它就是放多久的木頭 做起來 那個提煉出來的油會最好 這個喔 你就從山上開始砍下來 最起碼就要有兩個月以後 兩個月 就等砍完之後要等兩個月 兩個月以後就等於說 我們一般是分辨的1到10 10個比例 你10個比例的話 1 2 3 那水分還在選擇 你去比方說你在蒸溜的過程 等於像我們倒水下去泡一樣的意思 它的油分就沒有辦法大 但是你這個4 5 6 7 這幾分的話 那就正常的啦 到8 9 10那又不行了 那就等於說太乾了 油分已經都好 原來用兩個月的這個時間 它做出來的油是最好的 就比較完整 其實剛剛體驗 我發現其實簡單的幾下 然後可能大哥剛有分享說 其實一整天下來的話 只能坐兩袋而已 可是現在有機器的話 是可以坐到3000公斤 那就知道早期的生活 其實是真的非常的辛苦 所以大哥 我們現在是可以用機器看看嗎 好 握著沉重的刨刀 體驗過前人辛苦的刨木過程後 田師傅帶我使用快速便捷的 現代化醉木機 龐大的機器一下子就把大木頭 碾成碎片 然後送進巨大的蒸餾器中 5個小時後 台灣人自小的生活涼拌 張腦油便出爐了 張腦油曾經是台灣的驕傲 全盛時期佔了全世界 70%以上的產量 目前只剩下這些國寶級的師傅 在努力維持著這些功夫 真擔心有一天 這些從張樹上 一點一滴練出天然張腦油的技術 會因此而失傳 我說我跟土地公講過 他也答應了 我說你跟著土地公走最後一程 那可以很明顯看我爸爸的嘴角 稍微微微笑笑 稍微微笑一下 就這樣就走了 體驗過帶有濃厚童年記憶的 香茅油與張腦油的煉製 市居當地三代的田師傅說 當地的客家人因為笃姓國公 所以幾乎年年順遂 他幫我聯絡了一位當地 對博公很有研究的徐老師 要我去聽聽徐老師講博公的故事 徐老師 我知道這裡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博公信仰 就是在銅鑼箱這裡 有線造非常多的博公 是為什麼 這個應該來說 跟我們先民來開墾的時候有關係 因為我們客家人大部分 是善基在山區裡面 那時候我們先民來開墾的時候 遠離廣東家鄉的一些親朋好友 他們來山開墾的時候 那時候也沒有了通訊的設備 寫信也沒人送 他們會一直懷念著 這個原鄉的親戚朋友 他們在工作之宜 就在家裡旁邊的樹下 和石頭上面 做著一直在想念著原鄉的親戚朋友 日而久之 他就一直坐在那邊 他會把心裡面的話講出來 那講出來以後 他覺得很舒服 一年 兩年 三年 五年 十年以後 他認為這棵樹 這個石頭 它有靈氣 他們就開始會對這棵樹 這個石頭一個崇拜 田頭土地公 水頭土地公 零零種種 到處都有土地公 這是我們客家人 比較特殊的一個地方 就是有很多種形式的土地公 他們是一個心靈的寄託 對一個土地的崇拜 所以我們客家人稱為伯公 伯公就是說 祖父的哥哥 我們客家人稱為伯公 伯公 對伯公的建議 尊敬 就像祖父的哥哥一樣 所以就很像 就是一個傾訴的對象 然後把自己心情不愉快的 所有事情都 當一個心靈寄託在這些伯公的身上 他什麼都管 他的繩子最低 他的繩子最多 好像是牛生病人也跟他講 雞養得不好也跟土地公講 所以他管得最多 他管得最多 什麼不算是傾訴的對象 而且他是祈求彼佑的一個對象 以前常會跟著阿波到處去拜伯公 今天聽許老師一說 我才明白 原來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伯公 竟然有如此大的意義 接著許老師告訴我 伯公的形式也會跟著時代演進 而有所不同 我們這座土地公 就可以看出來 他的演進的過程 最前仙明來開發的時候 就後面那棵樹 那個樹你看那個樹林有幾百年了 假如不是 那個仙明把他當著土地公拜的話 早就被砍掉了 所以從那個樹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代 那個第二代就是後面這個板子 這個是第二代 對 它是以前在砍在那個 石棚寺的那個小土地公廟裡面的 後來1998年在改建的時候 把這個給他移過來放這邊 然後再雕一個神像再擺在前面 這個土地公從演化過成一二三代 就可以看得出來 許老師我看到這一個 拜拜的這個 它的造型還滿特別的 它是有不一樣的含義嗎 這個土地公的香爐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香爐 一般廟年香爐是圓的 土地公的香爐是四方形的 它伏佑四方 它的含義是伏佑四方 對 所以在這邊拜這邊的柏公 都是用這種四方 我們這邊土地公 傳統式的香爐都是 都是方形的 聊到一半 許老師帶我到大樹下 看第一代的柏公 原來他們 仙明們拜的就是這棵樹 我們現在畫一張八公樹 八公樹 從這個樹的樹林 它這個寬度幾乎跟那個柏公廟一樣寬 這個樹 你看這個樹林 是相當的 年代相當的久 好 這個地方你還可以 這可以進去 還可以看到上面還有一個洞 看得到外面的藍天 對 你從這個整個樹的形狀 你看這個樹的年代有多久遠 而且我覺得在裡面有感覺 就是第一代的柏公在庇佑我 許老師我發現 你對柏公非常的了解 是研究很久的 我離開我在出生的地方40年 我退休以後我就回來這個地方 然後我發現到 因為人口大量的外遇 在山區裡面很多土地公 就方置在那個地方 沒人拜 那時候我覺得 我小時候我們上一輩的 對土地公是那麼的尊敬 然後沒落到這個時候沒人拜 那我心裡面想我要做個調查 我要把他們的資料通通建設起來 我小時候 我們村那邊的長輩都會說 就是比較有德性的長輩 在他去世的時候 然後他們都會說 他要去當柏公了 來庇佑著我們的村 然後就是守護大家這樣 許老師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我們這邊也有 就很多地方都有這種傳說 我想是上一輩 老一輩的人要年輕人能夠一心向善 這個成分居多了 我們這邊有這種傳說 在老一輩的心裡面 包括我爸爸 我父親也這樣 他從小就很崇拜那個做土地公 他反正什麼事情 要出遠門到他去那邊擲胚 去問那個土地公行不行 要出遠門他都會問他 甚至於在他臨終的時候 八十幾歲的臨終的時候 在一個迷流的狀況 已經不省人事了 兩三個鐘頭 叫氣落油絲的那個地方 我一想 他以前很尊敬那個土地公 我就到土地公那邊燒香 跟土地公講 說希望土地公好好帶我 我爸爸走最後一層 那帶完了以後 我回來我在我爸耳邊 小聲的跟他講 我說我跟土地公講過 他也答應了 我說你跟著土地公走最後一層 那可以很明顯看我爸爸的嘴角 稍微微微上翹 稍微微笑一下 就這樣就走了 所以爸爸一定是有聽到的 對已經到 到這個臨終前 他心裡面還是相信土地公這回事 聽著許老師說著爸爸 對博公深厚的感情 心中一陣感動 由此可見 博公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地位 接著許老師帶我到一處山丘 山丘上有兩座博公廟並列著 許老師 我看到這個博公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有兩座 對 這個大概是第一座 那是光溪年間 那第二座是大概八七水災的時候 附近被沖垮了以後 再搬在這邊做 從那個結構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是石頭的 那邊是牆面是水泥的 這個石棚式的 這種叫做馬背 還有一種兩邊往竅叫燕尾 然後這座比較老的 它是用砂岩就就地起財 就河裡面的砂岩 這個後面來了就用水泥的 水泥的 就用水泥的 就保留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而已 其他都用水泥的 所以看到這個先後 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裡面的神像這些 你看都封化掉了 連這個劍盒就封化掉了 真的都是用石頭做的 對 已經封化掉了 你看幾百年了 這已經封化掉了 有一點點 這個就石牌的 一個牌位式的 原來這附近有這麼多的柏宮 我們這個區塊有108座的土地宮 108座 所以我們客家人的這個柏宮 跟閩南的那個土地宮有不一樣嗎 其實我們稱柏宮 閩南人說土地宮 閩南人他是來開墾的時候 他在平地 都是一個聚落型的一個形式 所以他一個村莊 他幾乎一直有一個土地宮 我們客家人是善基在山上面 所以每一家每一家每一戶都是土地宮 有他不只一個 有什麼田頭伯公 因為他田裡面做事累的時候 坐在田頭的樹下面 有時候懶懶之宜 保佑我這一次的收成很好 搞不好兩三年收成很好 他認為那個樹是保佑他 他就在田頭伯公就拜了一個樹 所以有可能是 就是像徐老師之前講的 有樹的 有石頭的 對 然後有田頭天尾 街頭巷尾都有 所以客家人土地宮是非常多 聽完徐老師的詳細介紹 他說如果有興趣了解 更多在地客家人的信仰 可以到當地的李氏宗祠 尊須堂去看看 他幫我聯絡了李家的後代 同時也是當地的村長 村長 我眼前看到的這個建築 它就是李氏宗祠嗎 對 它是我們從大陸來台以後 經過幾十年以後 找到的一個風水保地 因為這個地理環境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的祖先就在這邊 買田 買地 然後都最後決定在這個地方 來蓋我們的祖先的一個 敦系堂 是這樣子 村長 你剛好提到風水保地 我是看到前面有這個祠堂 所以它是有什麼含義嗎 有 因為在一個客家的一個 風水保地 它要蓋這個山盒宴 絕對一定是有這個 半夜池的配備 有半夜池的配備 然後有山盒宴的配備 整個才變成一個格級 所以它就是要有這幾個的元素 它才能形成這個客家建築 對 那我可以進去參觀嗎 可以 歡迎 村長 走進宗池 我第一次發現內層是用石頭 不是用水泥地 所以這個石頭是有含義嗎 有 它當時在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這個房子的方向是很重要 所以當時沒有這個金銀尾儀 還沒有這麼發達的時候 它就在這裡樹立了一個莊點 然後後面也有一個 兩個石頭拉起來 就是剛好這邊的分金線 就是這邊的方位 為了固定這個方位 所以它斜線也有 也有斜線 然後在周圍 就是用這個卵石把它固定好 村長 你剛剛說有兩個中心點 所以這個就是中心點嗎 對 對 到最後我們的祖先顯定的 這個位置是丁位 也就是希望我們子孫繁衍很多 再過來擦偏一點點就是柴位 也就是比較柴 當時我們祖先認為柴會用盡 假如是丁位的話 子孫越多 將來我們就越富有 原來這個看起來不同於一般建築的 卵石地面是有其意義的 早年 李氏仙人蓋這間宗祠 是期望李家後代人丁興旺 因此特別選定風水靈氣相通的方位興建 風水之說見仁見智 但是仙人為了後輩 能有更好發展的苦心 真是自古皆然啊 所以是這個李氏宗祠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客家建築特色 有 講到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屋頂是綠色的 一般山河宴的屋頂 有的是豐碩的 有的是其他顏色 但這裡為什麼會是綠色的呢 因為這個風水寶地 它的瀉味剛好是螃蟹型 螃蟹的角 所以螃蟹的話假如變紅的就死掉了 我去 它的屋頂是綠色的 原來看起來嚴肅 而不可隨意清淨的宗祠 也有可愛的一面啊 村長 我印象中 李氏家族的堂號是隆溪堂 為什麼是 這邊是敦煦堂 是這樣子 當時我們祖先 他是以這個地方在這邊生根 也就是說在這邊買田買地以後 準備在這邊蓋這個宗祠 蓋宗祠以後 把這個宗祠 作為我們子孫開會 還有這個祭籍的一個場所 所以取名敦系堂 另外一個含義就是說 希望我們的子孫 能夠堵實的帶人 對人要相當的客氣 好愛 我們的祖先對於我們子孫的提示 也相當的重視 在這棟房子蓋好以後 在我們這個走廊 也留了兩個對聯 一個是絲絲養散粉 天鋼鐵飯 我們的雞是在芯田留意店 自損堅中 所以對我們的自損 是肥爽的有一個體絲 是都會自從來到下面 抬頭去開的寬度鋼鐵 隨時體向起 跟忍用的造型這樣 像我看到這個巨竹魚絲 它是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對 是這樣子 它這個對聯是在民國25年 蓋這個房子蓋好以後 所做的那個門對聯 那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祖先人 有什麼有重要的聚會的時候 都記在這裡 做為一個根基 劇竹魚絲 明白地表現出仙人 希望後代子孫 能夠常常團聚的傳統心願 簡單的四個字 卻傳達出 李氏家族不貪榮華 而其免後輩認真敦時的客家風範 天靈靈 地靈靈 地靈靈 蚊子咬蒼蠅 蚊子咬蒼蠅 大概這麼久 來 往下來 這是一個口訣 老闆娘 蛋豬汽水是很多人小時候的回憶 是怎麼突然會想要繼續製作這個 蛋豬汽水 這是我們小時候的回憶 不過我們是從四五十年開始 就一直做到現在了 我一直很好奇是以前喝嘛 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怎麼製作出來的 這樣子 來 我們手頭上就有一台 台灣現在國寶機的機器 四五十年的老活動了 所以早期就是用這一台做蛋豬汽水 對 你不要小看這一台機器 這個是 現在台灣很少看到這一台了 而且這一台古董機器 可以養活一家人 養活一家子 對 是有一段故事在裡面 對 你看它全部 這台機器來講的話 我們客家話來 打拳頭 賣狗 然後就是因為它全部都要用人工 那為什麼是說打拳頭 是 就類似我們這樣 它的機器的構造就是說 你一直打出去 像我們以前這樣打出去 所以它就變成說 瓶子自己打進去 然後壓住轉一圈 再過來出來的時候再取出來 打拳頭是 好像給瓶子打出去 然後轉一圈這樣 對 再拿出來 原來 彈珠汽水的製作是這麼有趣 老闆娘教我如何使用 你是國寶級的第一代 彈珠汽水製造機製作汽水 看似簡單的機器 使用起來還真的需要一些功夫 我記得那個客語的汽水是 對 那那個彈珠是怎麼唸 彈珠 玻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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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彈珠汽水連起來是玻璃珠汽水 我們平常講就講 珠汽水 珠汽水就好 珠汽水 珠汽水 叫彈珠汽水 現在非常期待是老闆要教我這個 製作這個彈珠汽水的過程 老闆這個製作這個彈珠汽水是 一開始是要怎麼製作它 那很簡單 我們把這個環壓下去 把瓶子夾起來 讓它保持斜斜的就好了 然後上面叫大進水 大進水 來 你的手過來 用力壓下去 它水就進去了 下面叫小排氣 輕輕碰一下 好啦 不要碰太久 上面再來大進水 輕輕碰下面 小排氣 來 再來大進水 來 再大進水一次 就不排氣了 不排氣了以後 我們趕緊把它翻起來 翻起來浮到 那麼要等多久我們一起說 天靈靈 天靈靈 地靈靈 地靈靈 蚊子咬蒼蠅 蚊子咬蒼蠅 大概這麼久 來 放下來 這是一個口訣 口訣 壓下去 這樣 壓下去以後 掉出來了 這樣就完成了 來 像這樣 這樣怎麼辦呢 明天來上班 8點 這樣一定會做汽水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這就壓得很緊 很硬 小時候的回憶 由我自己現在親手把它完成了 沒想到要完成帶有童年廟會 回憶的彈珠汽水 竟然這麼容易 但是老闆說 彈珠汽水只是拿來喝 太漏氣了 他邀我一起比賽打彈珠 我媽媽說他以前喝完那個 醉火水嘛 他們都會把那個彈珠 拿出來就是玩一種遊戲 就是在那個圖 就是挖幾個洞 然後可能那個洞號 可能有什麼1號 2號 不固定 然後就輪流看 就是輪那個順序這樣打 就比賽這樣 老師我想問一下 老闆跟老闆娘你們是以前 彈珠有玩什麼樣不一樣的遊戲 太多了 太多了 你可以畫兩條線可以 畫一個圈圈 一個三角形 一個島 都可以 然後大家可以來比 可以來比 這個是畫一個圈圈 對 我們最簡單的 我們就來比看 誰最接近那條線 最接近那個人就是 贏其他的人的彈珠 你說是我的彈珠 要最接近那條線 對 但是超過的話 你就已經輸了 其實小時候有這麼好玩的 生活樂趣 其實有這麼多的玩法 其實也不錯 對 只要有彈珠就可以玩 但是有錢的小孩用彈珠玩 沒錢的那就不一定有彈珠 對 就要用龍眼籽 吃完的龍眼籽 是那個水果吃完龍眼籽 對 那個拿來玩彈珠 對 可是那個是有彈性嗎 它圓度沒那麼圓 但是還是一樣玩 真的喔 所以你們小時候 也有拿龍眼木的那個籽 來打這個彈珠 對 那個是最好用的材料了 因為說野生龍眼樹 小朋友沒有錢 可以買彈珠汽水 就去宅龍眼 吃完了以後就來玩來比 那其實真的想像 小時候的那個日子 其實是有很多的困苦 但是其實在那困苦中 又可以發出這麼好的生活樂趣 其實沒錢也有沒錢的樂趣 對 就是很純樸 很純真的那個年代 老闆娘說 以前鄉下有錢的孩子 喝完彈珠汽水把瓶子敲破 取出彈珠來玩 沒錢的孩子只好玩龍眼子 不管玩什麼都是童年的回憶 老闆還說以前在廟會時 還會一邊喝彈珠汽水 一邊吃一種點心叫綠豆餅 現在叫做肚臍餅 街上就遊我可以去看看 貪吃的我馬上行動 要吃之前當然要付出代價 現在先學會做肚臍餅 曾老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皮 這個是綠豆餅的皮 皮喔 是 是怎麼製作的 這個皮是用麵粉 然後糖 還有進口的奶油 把它攪拌而成 要趕出來這樣 對 那現在我們開始製作的話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先把這個皮壓成扁平狀 壓成扁平狀 對 壓成扁平狀 你可以試試看 壓成扁平狀以後呢 把這個綠豆餡 直接放到皮的中心點 皮的中心點 然後你把它轉 你把它轉 把它這樣子轉 或許你這樣子會比較 簡單容易一點點 把它轉 但是呢 又不能把它整個包覆起來 所以你要留上面的 綠豆 把它做成一個小的山丘狀 做成小的山丘狀以後呢 再把它壓平 就變成一個 六頭餅 要突出來 要六頭餅 好… 陳老闆 這個肚臍餅啊 我媽媽都叫它綠豆餅 就是她說小時候 其實要吃到糖啊 就是非常的困難 然後她說更何況是吃到這個肚臍餅 然後她就說以前吃到這個是非常感動加非常開心的 她說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是沒有辦法體會她說的那種感動跟快樂 是 因為客家 客家庄以前是 比較壁路蘭嶼 是比較 物質條件沒有那麼好 所以那時候呢 只要有吃到 有糖分的 尤其像這個綠豆沙 那 它是一個很典型的客家人的一個月餅 就會覺得很幸福 就會覺得很滿足 算是一個很經典的小點心 對 它是很象徵客家的一個客家餅 叫做六條餅 陳老闆是從小是看著爸爸 然後才學這個肚臍餅 是 從我爺爺那一個時代 我們就 我就 其實很期待就是 每天在熬煮這個綠豆沙的時候 那些師傅都會把一些焦焦的綠豆 然後拿給我吃 這一直是我一輩子 沒辦法抹滅的回憶 非常美好的回憶 所以小時候就是可能 爸爸在做的時候 就是師傅就會偷偷拿一點點 對... 那時候只要有甜的東西 就很喜歡了 所以小時候有來幫忙 這廚房來幫忙做這個肚臍餅過嗎 幫忙做是不敢 是幫忙吃 小時候是這樣子 幫忙吃 是... 在跟曾老闆邊聊邊做之中 我們把捏好的肚臍餅 放入烤箱烤20分鐘 最能代表銅鑼客家人的名產 肚臍餅就完成囉 曾老闆好期待喔 已經烤好了 是 這個是200度高溫 烤了22分鐘以後 它就成型了 其實它外型不只像肚臍 也有點像蛋黃 因為就是綠豆沙 它加了糖以後 它烘焙的話就會有這個色澤 好 那我來試吃看看 好 好好吃喔 我覺得我最喜歡它的部分 是它的那個綠豆 它裡面的綠豆是很綿密的 可是因為它外面又烤得很酥脆 所以它咬起來的口感 是有一點綿密又有一點酥脆 而且其實我最喜歡它的部分 是它的這個餅皮 它的餅皮有一點點像太陽餅的味道 就是有很酥脆很酥脆 然後加起來這個全部的口感 我覺得是非常好吃的 又吃又玩的銅鑼之旅 真是帶我回到許多 阿波曾經跟我講過的 屬於他們的童年記憶 同時也更加了解 與我們日常生活緊密結合的博公 原來有這麼多故事 敦續堂讓我看見客家人 不管是在何處落地生根 對於子孫後代的關懷與期待 始終沒有變 這真是一趟收穫豐富的旅程